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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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明星菩提 那个标题是 法身离相而见 经文这样子说 虚菩提 余异云合 可以身相见如来佛 佛也师尊 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 何以故 如来所说身相 即非身相 佛告虚菩提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若见诸相非相 则见如来 那明星菩提 已经就进入了 所谓的第七地菩萨 就是不退转菩萨 这种菩萨呢 它是禅定与智慧均等 它是现正法性 已经得到了 正入了无生法人而说的 那正法 就是见 看见 看见法的意思 佛经说 见法即见佛 佛之所以为佛 即是在究竟圆觉 圆起空极的中道 它正入了这个中道 那离此正觉 没有佛道可言 那如果能彻底的误入 圆起法相的空极 那就是与佛 同一个鼻孔出气 如同佛一样在呼吸 所以说 见圆起即见法 见法即见佛 那这才是真正的 见到佛所在之处 那上个礼拜 讲了福星菩提 福星菩提是 广行的利益众生 累积了无边的福德 智慧的资粮 那渐渐的能 悲与智 大悲心的悲 智慧的智 相符 定与会 均等 那这样子 方便就能成就 这个方便指的就是 六度波罗蜜的方便 那这样子就能有力的 现正 正入 直接的正入 无分别法性 那正入这个 无分别法性的话 就是叫做 明心菩提 也就是正入了 正式的成为 第七地菩萨 不退转菩萨 那在这个经文里面 佛特别举说 见佛 他问须菩提说 取着身相 身的这个相 外表 三十二相 出入来去 穿衣吃饭相 坐禅说法相 这样子能真正的 见到如来吗 那须菩提 他是过来人 他回答说 不可以 着相是见不到佛的 那刚好 这个因缘殊胜 今天我们送这个 地藏经 第一品就是 刀立天宫 这个神通品 那刚好 就是在金刚经的时候 有一个故事 从前 就是佛 升到刀立天 为他母亲 摩耶夫人说法 那这里有一个典故 佛陀的母亲 升佛之后 七天之后 他母亲就过世了 一过世 他母亲就马上升到刀立天 因为摩耶夫人 在过去是他发愿说 我生生世世 要为当作佛母 就是如果有菩萨要成佛 他就要成为这个佛母 生了这个佛之后 那他再回归道立天 所以他的母亲 在生完 那个西达多太子 七天之后就生天了 那佛陀他成佛之后呢 他就生到刀立天 去为他母亲说法 那说完法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那个 我们送的这个 《地藏经》的第一品的时候 他就是为他母亲说法 那之后呢 他就回到了人间 那他回到人间之前 弟子们知道吗 那佛弟子们 一听到消息就想要去 大家都想要去迎接佛陀 想去接佛 就好像这样子 好像去那个机场 接送长老 接引长老一样 那大家都想去嘛 那有一位比丘尼 他有神通 叫做莲花色比丘尼 运花色比丘尼 他就想说我要 大家都先去见到佛陀 那怎么样见呢 他就化身为转文王 就是变成国王就是了 那他就 透过 就是所有的那个 经过所有的比丘 他就跑到最前面去 他就说 他就 他那个时候就化成 那个国王的那个样子 那他就 见到佛陀了 他就很高兴 又变回他的样子 他就跟佛陀说 佛陀 我先见到您了 迎接您到人 回来人见 那佛陀跟他说 你不是先见到我的 是虚菩提先见到我的 可是莲花色比丘尼 他跟虚菩提不在这里啊 我都说 没有 虚菩提是见到法身 我的法身 原来那一次 虚菩提 大家都要去迎接佛陀嘛 这样子的一个圣会 那大家都在走去 要去见佛的时候 他想说 佛陀曾经说 见法即见佛 我为何不正观法相 于是他就观察诸法的 从原生 原面 从无常为门 而误入诸法无信空 那个时候就 测见了如来法身 所以他就直接 第一个 因为他见到法身 而见到佛 那虚菩提因为有这个经验 所以佛一提到的时候 他就肯定了说 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 那这些身相 都不过是假名 如幻的妄相 佛的无尽庄严 也一样的 绝无少许法 可取可得 是不可执着的 所以佛说的身相 即非有身相的实在性 如果取着假相为佛 即不见如实的空相 自然也不能深深 就是深入地见到如来 也见不到佛了 那虚菩提 但依身相的虚妄说 那如来 佛本此理 那个原理 不可以身相 而得见如来 他又推进一层地说 不但如来的身相 是虚妄的 所有一切的法相 如山河大地 弃世界 一切相 凡夫 贤圣众生相 有爱的 可坏的色相 明了分别的 心的一切相 念头 这一切一切 无不是依缘起而生 缘起而灭 虚妄不实的 虚妄的还他虚妄 如不执着妄向自信 为可见可得的 那结由 诸相 飞相的无相门 可以契入 法性的空击 彻底地见到 如来的法身 从缘起的虚妄 去妄取相 来看 好像有千万的差别 很多很多的 个别个别的相 但是如果从 缘起本性的 如实空相来看 只有一位的 一个 一位平等的 法性 即是一切法 自信不可得 而无所不在 所以不需于妄向外 另去寻找法相 法身本身 就是如是的 能见得诸相非相 即在直见的如来 所以古人说 山河即大地 全露法王身 意思就是说 一切相的本性 是空性 它是无质性的 因为你正如无质性 你就见到一切如来 那波尔道 有三个阶段 就是金刚精 它分为波尔道 还有方便道 波尔道 它有三个阶段 从发心菩提开始 再来 福心菩提 再来今天讲的就是 明心菩提 发心菩提 它重于什么 远离 发愿 杜托一切众生 福心菩提 重在行六波罗蜜 明心菩提 重在正入空性 正入无质性 另外 刚开始的修行 我们是住在菩提 发大愿 中间的时候 是修六度的悲迹行 最后是要误入 十一 十相 那刚开始 是用波尔来辅助 我们的大悲的愿力 中间是用波尔来导 引导我们的六度的万行 就是说六度的 不失持戒 忍入精进 用波尔来引导 那最后是透过波尔 来宪政 法性 那虽然说 刚开始有愿 有行 有正的这个差别 可是它有所着重 可是菩提愿 悲迹行 还有性空见 这三个是不可分离的 这三个是 相辅相成的 那修行 讲了这么一大堆 什么 我稍微 简单的解释一下 再解释一下 修行是要离向的 不是要执着向 我们刚开始是需要佛像 要不要 需不需要佛像 要 我们拜佛 我们有佛像 可是你渐渐的佛 要变成你心中的那尊佛 佛的一切功德 要变成你的功德 你要从 有向 到离向 你刚开始 你刚开始 你有众生 一切众生 苦难众生 你想要度多众生 对 可是你渐渐的透过六度的修行的时候 你会发觉 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 没有众生 没有众生 可度 你在度谁 度自己 度自己 要离什么 要离向 离我 离我所 离一切法 那 在这里鼓励大家 九月一号 我们就要 坐大蒙山 所以大家好好的 宋金刚经 宋地藏经 用 离向 与 法性 与无自性 空性相应的智慧 来读一切经典 回向一切有缘的众生 那我们要 救度一切 有缘众生 虽然 没有众生 可 得救度 我们要 慈悲地对待一切众生 虽然没有任何 慈悲心 可言 因为一切都是空性的 不能执着于 色身 相畏 触法 而行六度 波罗蜜 而且这样子的修行 我们才能 慢慢地 渐渐地 振入 无自性 空性 而最后什么 放下一切 离一切 下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坏 大人 优优独你 把这儿 发现 优独你 不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